本周开局的第一天 A股表现强势 至上午收盘 三大指数全线上涨 上证指数上涨1.02% 深圳城市大涨2.16% 创业板指表现最强 大涨了3.75% 从板块上看 银楼、银楼、证券板块涨幅前三 这三个板块都是今年以来表现并不是太好的板块 显示出资金开始关注地位板块 本周要注意出现高低切换 地位的蓝筹白马股有望走强 而近期连续大涨的高位股需要注意风险 今天蓝筹品种全面上涨 护身300指数大涨1.75% 银楼、医药板块大涨 而光伏、化工材料板块大跌 与预判相符 蓝筹品种走强 带领指数继续上攻 因此 今天大盘上涨 是在中长期制度利好 量能推动以及市场轮动之下的结果 目前大盘依然处于强势多头格局 但由于上证指数来到了7月份下跌探底之前的位置 这个区域有较多套牢盘 接下来指数在这个区域需要充分换手 本周上证指数会先扬后迎步入震荡 机会主要集中在低位优质股 以及上周持续下杀的双创中